好,我們來到這幅地圖叫Tango Switch House 就是這遊戲全場全遊戲最小的一幅圖 我們來看看這裡有什麼特別的筆可以玩 首先一進來就走進廚房 去廚房之後就轉右進去 廚房這裡轉右進去 進入洗衣房 再進入這個車庫 這間屋的車庫 這裡會有兩個Locker 這裡有一個筆,示範給大家看 好,就是這樣 接著就準備開 按住左鍵準備開,接著就可以穿 就可以穿牆出來去到車庫外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破壞性強的筆 因為如果撞到鬼進入獵殺模式的時候 這個Locker筆的確可以令你逃離一死 好 還有呢 只有前面這一格可以 前面這一格可以 後面這一格應該是沒有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但是這裡也呼籲 有些破壞性特別強的筆 類似這一種 大家就... 不要太經常使用 或者竟然有通靈板 通靈板在這裡 好,再示範給大家看 那就是向著這個位置 然後慢慢拉開門 然後穿出去 正常來說 如果你慢慢走 是未必可以的 可能要這樣快速出去 好,就成功出來了 OK 這個是其中第一個筆 第一個筆 然後第二個筆 就是在這個廚房裡面 這個廚房裡面 可以利用這些櫃門 去令自己站高一格 這裡示範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走過去 然後這樣關上 然後在這裡打開 再打開 哎呀 好,這個不是每次都可以的 要經過不斷嘗試 哎 嘩 嘩,差點擊死了自己 好 OK 差一點點 可能實在太迫了 因為不是100%可以成功 這個 需要慢慢去嘗試一下 我真的越來越... 逼了我入... 欸,行了 OK 嗯,它動了杯子 哈哈 那隻鬼應該在這裡附近 但是我沒有想著找他 完全沒有想著找他 而且這隻鬼 因為訓練模式 它不會進入獵殺模式 那麼就成功站在廚房頂上 站在廚房頂上 但是我沒有試過會不會被他殺 那麼這裡就留待讓大家去測試一下 大致上這幅地圖 就沒有其他筆 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找一下 如果找到什麼有趣的筆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OK 那我們進入下一幅地圖 而且都忘了 其實所有地圖都會有一個卡門的筆 這裡我都會示範一下 看看能不能做到 就應該是... 好 那卡門筆的特別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它可以在鬼進入獵殺模式的時候 你都可以出到它 其實算是一個很強的筆 很強的筆 首先看看 好 都比較難的 其實都比較難的 這裡都... 試一下行不行 這樣... 你看到它在那邊刺 然後呢 你就可以這樣穿過去到門了 穿過去到門 不行啊 這裡... 可能是還不可以 不要緊 我們再試一下 好 這個其實有點難度 好 這裡就會推開了門 然後門已經是... 遠離了門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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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自己沒有試過 我自己沒有試過 在獵殺模式的時候 會不會是... 鬼是捉不到人的 即是可以... 可以由這個大門出去的 那大家也可以玩一下這道門 下一幅圖 就是這個遊戲裡面 最大的一個地圖 就是這個醫院的地圖 OK 我們先進去 好 我們來到這一間的醫院 OK 那醫院的話 其實那個筆都不需要太多 是不是沒有燈 這一間的醫院 其實都不可以說有很多的筆 據我所知 因為我很少玩大場 因為大場的時間實在太長 所以我就比較少去接觸 這個最大的地圖 因為走太遠了 走太遠 導致其實我自己 對於這一款地圖 可能一天 只玩一次就算了 來到這個中間位 你就可以去到右手面 右手面這一間的房間 進去之後會發現 有兩個Locker在這裡 兩個Locker 這兩個Locker 都是可以進入這個... 穿越 穿越 給大家看一下 進去 好 比較難 OK 進去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進入了... 嗯? 他是不是在砍 進入了這個穿越範圍 已經... 那個燈已經開始在砍 因為他照不到東西 OK 好 你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進入了這個穿牆範圍 那這個穿牆有什麼用呢 其實你就可以跳進去這些... 這些邊界 他就會直接傳送回你 去到他家 對 直接傳送回到這個位 其實這個呢 算是比較... 游泳 比較... 強 你當是傳送回家 的一個功能 還有 也是被扁鬼的追殺 就不會被鬼可以... 追到你 一追到你 就可以跳下去 順便呢 就傳送回來這裡 很安全 接著下一個筆呢 就來到這一間 我不知道怎麼讀的名字 這一間就... 不懂讀的 就是這一間屋 就進去了 好 我們出來之後呢 就一直向著這一間屋的 其中一個鎖架的地方 進化了 好 進來這一間屋之後呢 我們就向著這個方向走 這個方向應該是車庫 車庫的方向就開燈了 車庫裡面呢 它會有兩個鎖架的 亦都是這兩個鎖架 就可以穿越地方 就試給大家看 好 慢慢拉出去之後 慢慢走進去 OK 那你就會看到呢 它就進去了這個... 上層 咦 對了 出了這個草地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呢 就傳送回你去到的車裡 其實呢 都是一個傳送的筆 我發現呢 大多數的地圖 已經開了燈了 開了燈了 那隻鬼表示呢 它在這個位置 但是呢 我們這次的目標呢 就不是找去... 對了 對不起 這裡 我們這次的目標呢 是試給大家看呢 這些地圖有什麼東西的筆 其實除了這些鎖架之外呢 我這條影片應該都沒有講到 很多地圖應該都可以慢慢墊高個人 墊高個人 即是... 一開始講過最小的地圖 都可以墊高個人 OK 這樣就可以順利就進去這個範圍了 這個範圍 好 走多一陣 就已經發現 自己已經身處在這個車裡 另外 會不會有其他的筆 這個呢 就等大家去發掘了 因為呢 我自己也不算看到有很多 不算說很多 譬如剛才有說到就是... 嗯... 先開燈 這裡 雖然不知道會不會跳感覺 先開燈 這個位置呢 它可以慢慢墊高個人 慢慢墊高個人 墊高個人 咦 這裡拉出來 OK 其實已經墊高了 墊高了個人 OK OK 這些就沒有什麼特別 這些是一個櫃 這些就... 嗯... 我想大多數的筆都會在 Locker那裡出來 Locker那裡出來 或者這些櫃門 這些櫃門都有影響 會造成一些筆出來 OK 大家可以去看看哪裏有 我現在也慢慢發掘當中 在遊戲的... 在一邊玩的同時 可能做完自己的事情 就去玩一下這些櫃門 玩一下Locker 會有什麼有趣的事情發生呢 現在我也在進行做這件事